哈喽大家好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将会教大家如何去使用Google voice的账户 包括账号如何转移到自己的Google账户 如何每个月全自动的拨打保号电话 是Google以2009年推出的一个虚拟电话号码的服务 它就是以一个Google提供给你的一个免费的电话号码 或者是你自己付费转移的一个号码 来集成用户生活中所有会接触到的电话 包括家居、办公室、手机等 换句话说就相当于公司里的一个总机 拥有一个Google voice号码可以做很多事情 第一,你可以注册国外的银行服务 比如说Velo、Monzo、Curve都是可以用来注册的 第二,可以注册各种国外的网络服务 比如说接收网站的验证码 注册只有国外手机用户才可以注册的网站 第三,可以注册美国的Netflix、亚马逊、PayPal等海淘购物 那么很多小伙伴就会说 Google是一个在中国并不存在的服务 那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翻墙才能够使用呢 答案是不需要 只要你安装了Google voice的手机APP 你就能够自动的收到Google voice给你的信息推送 甚至不需要去翻墙 不需要去打开这个APP就可以 那么在国内我们可以使用到Google voice的哪些功能呢 第一,就是免费的接收短信的验证码 这里的验证码只能是去接收美国加拿大区域发送的一个验证码 第二,可以免费拨打美国地区的服务电话 比如说你在国外的银行或者说在国外的网站的账户 他们的服务电话都是可以用Google voice免费来拨打的 所以Google voice对国内的用户没有太大的用途 但是对一个世界的数字游民来说是非常非常必要拥有一个的 接下来我会一步一步的教大家如何去获取Google voice的美国电话号码 如何去使用 以及如何全自动的去拨打电话去保号 如果你想顺利的使用Google voice的话 那么请一定要看到视频的最后 我的这个频道主要是讲个人境外资金账户的办理 境内外资金的流转 以及个人理财的一些方法 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话 请一定要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订阅我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的更新啦 那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吧 首先要如何去获取Google voice 目前主要是有两种渠道 一种渠道是使用美国的实体号码注册 它必须要有一个美国的实体手机号码 拥有一个美国实体手机号码的成本有非常非常的高 所以说我个人不推荐使用这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就是直接在某宝上进行购买 大家去搜索Google voice 根据它搜索的结果自行去购买就可以了 基本上只需要十几人民币 就可以买到一个随机的Google voice号码 当然有的店铺也可以去选择号码 相对而言价格就会贵一点 购买成功之后 你就会获得一个Google账户 密码 登录辅助邮箱 一个美国的电话号码 好的 在获取了Google voice的电话号码之后 下面我在电脑上给大家演示Google voice 如何去进行号码的转移 以及如何去进行全自动的保号 好的 在你获得了一个Google voice的账户之后 首先我们用这个账号进行登录 登录成功之后的话 一般它的初始界面是英文 我们需要把它切换成中文 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管理我的账户 然后跳转到谷歌后台的一个设置界面 我们选择语言 然后去搜索一下中文 好 选择简体中文 好 返回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语言已经变成中文了 我们这边刷新一下 好的 现在这里的语言也是中文了 好 我们现在进行下一步啊 去进行谷歌账号的一个转移 我们点击下面的旧版 好 然后我们来到旧版的Google voice 选择设置 设置的话 这个电话号码右边有一个转移 点击转移 然后最下面有一个用其他的账号登录 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系统就会跳转到 Google 另一个账户的一个登录的页面 我们用你想要转移到的那个 Google账户来进行一个登录 好 登录成功之后的话 它会跳转到 这个界面 然后我们继续去点击转移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看到 你刚登录的那个你要转移的谷歌账号 然后选中它点击转移就可以了 但是因为现在谷歌的话 对转移限制的比较严格 大家那个去做转移的时候 一定要用美区的一个IP去进行一个登录 如果说像刚刚那种情况出现了灰色的 说明的话就是不能够转移 不能够转移的话两种方法 一种的话你就是换IP 另外一种你就是这个账号的话 你先用一段时间 把它的初始的用户名和密码给改成自己的 然后再使用一个月到两个月左右的时间 再次进行这样一个转换 在你获取了Google voice的电话号码之后 Google的话为了防止号码被滥用闲置 所以说它是有一个号码回收的一个政策 如果说你有谷歌的语音号码 但是在九个月内没有拨出电话 或者说也没有收到来电 也没有发送或者收到短信 则谷歌会收回该号码 所以今天的话就教大家一个 Google voice全自动的保号的方法 只需要设置一次 之后每个月都会自动收到保号的信息 或者电话 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的 下面向大家去演示 如何去实现全自动的保号的一个功能 我们所需要用到的一个服务是 FTTT FTTT的话 我们在维基百科上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新生的网络服务 它其实应该是2011年的时候推出的一个服务 首先我们到了它的一个官网 官网之后的话可以选择几种登录方式 我们我这边的话直接就用我的苹果账户去登录了 登录完成之后的话 它会有很多的一个选项去让你去进行个选择 在主页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提供连接的一个服务的话是很多很多的 基本上都是国外的一些网络服务 我们国内用的比较多的就是推特 spotify 印象笔记这些 好我们在这边的话去搜索一下 google voice 然后去找一下 keep google voice 就选择这样一个服务 然后去点击下面的链接 好下面是设置的步骤 选择下时区 中国的话是东八区 我们选择加巴北京 好继续 好在下面的话 在这里输入你的google voice的美国手机号码 然后去点击发送pin 这个时候的话 它的一个服务系统就会向你的google voice里面去打电话 或者去发送语音 我们来到网页版的google voice 登录来我们可以看到刚刚发送的一个pn是3点38分的时候发送的 也就是刚刚打过来的一个电话 这个服务的话 它会优先去给你google voice电话上面去打一个电话 但是这个电话的话 接通率比较低啊 就是你尤其是经常会响一声 他就自动挂断了 但是也有接听成功的一个概率啊 你接听成功之后啊 他就会报给你一个四位数的pn 然后你把这个pn输入到这里就可以了 如果说啊 你始终是接听不到这个电话的话 他会在最下面一个语音信箱 这边去给你发送一个语音信箱 点进去的话 它是分为上下两个内容 上面的话 是他系统google voice给你识别的 他的一个语音信箱 一个语音的内容 下面的话是他语音信箱的一个声音 如果有时候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条啊 他5304就是他的一个pn的一个验证码 有时候的话他会识别去错误啊 我们去就点击下面一下那个语音去听一下 自己去人工去识别一下 识别完成之后的话 把这个pn来输入到 上面我们那个这个地方的空格处 就可以去验证成功了 好 如果验证成功了之后 就会到这样一个设置的一个界面 这个界面的话 我们主要是设置一些其他的一些辅助功能 比如说第一个的话是活动 我们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服务 他运行的一个历史记录 第二个的话是 他的一个检查 他就检查这个服务现在是不是在正常的运行 然后面的话是设置什么时候去提醒你 我一般的话是设置每个月的一号 然后几点几分去进行一个提醒 设置完成之后的话去点最下面的保存就可以了 然后每个月在你设定好的这个时间内 你的Google voice号码就会自动去收到你这样一个保号的一个短信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说你在观看的过程中有什么疑问的话 欢迎在下方给我留言 也可以加入我的电报群一起交流 如果说你觉得我的视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并且点开旁边的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内容的更新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